115 新華社經濟資訊社 工信部部長苗惠表示將持續推進網絡提速綱 2015年7月22日趙曉暉將新恩新華社訊息北京7月22日電 記者趙曉暉、張新恩 工業和訊息化部部長苗惠在2015中國互聯網大會上表示 2015年是互聯網加速融合的一年 是中國互聯網掛架融合變革 加速演進升級的關鍵之年 工信部長緊緊圍繞互聯網強過 網絡強過 製造強過的建設目標 加快高速寬帶網絡建設 持續推進網絡的提速綱費工作 苗惠表示 當前中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行業日新月二 並加速與諸多行業、領域、業態深度融合 成為塑造國家數字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經過二十年發展 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互聯網大國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 加快推動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 成為推動經濟穩步增長 促進產業結構 創新升級的重要一環 針對互聯網產業融合發展 苗惠提出四點工作推進方向 第一 加快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 持續推進網絡的提速光輝 推動寬帶普遍服務機制等各項措施儘快落地 設實提高人民群蛋計稅 多感和滿意度 第二 認真落實互聯網加行動計劃 大力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 全面提升智能生產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 第三 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互聯網管理 促進互聯網良性有序發展 為互聯網潛能的充分釋放營造公平公正 合法合規的外部環境 第四 高度重視當前嚴峻安全形勢 大力提升網絡與信息安全的保障能力 可以說中國互聯網融合發展的進程能否順利推進 勢頭能否長期保持 在新一輪全球進程當中能否脫穩而出 直接關係到整個產業 乃至國家綜合競爭新優勢的數作和形成 苗為說 完